高雄有骑士骑车载着水管 逼近四公尺超长的水管呢 在这样上路 结果同向的男子撞到 又碰到了另外一名骑士 三车车祸 违规在水管的骑士没有受伤 但是其他两个人惨衰 多处擦错伤 同样惊险的状况 还有发生在台南 一次是行车纠纷 其中一个人气不过 闯红灯逆向 找对方理论 还气到揣车 红肠窟骑士 骑士在水管 这水管有够长 骑在半路出事了 扫到别人造成摔车 长水管袭击 中间骑士往左摔 又波及第三人 连环撞有人被压在车底 现场急忙搬车抢救 只见鞋前方是派出所 附近有医院 医护人员警察 一听到撞车声 全都冲出来 林南以及正南多处差错伤 初步分析事故原因为 里南负载物品不一规定 红肠窟骑士似乎发现自己闯货 赶紧车停路旁 疑似探方便 用机车搭载两根水管 但长度逼近四公尺 占两车道 害其他人摔得浑身伤 同样路上惊险 转往台南 十字路口等红灯 前方黑衣骑士 突然闯红灯还逆上 冲进车阵 找上一名白衣男 对方下的汽车网路旁逃 只见黑衣骑士好怒 把车踹倒出气 警方虽货报 但到场双方已经离开 火爆冲突 原因待查 倒是不少人等红灯 看见这一幕 直说火气好大 有够惊险 记者综合报答